他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大师 可当年高考他的物理却只有五分 他力拼三千优秀学子 好不容易争到出国机会 登船时却为何撕掉出国护照 他在美国本有着令人羡慕的地位和科研条件 为何他却毅然放弃一切回国 他又到底做了什么 最终从力学大师成为人人敬仰的万能科学家 万能科学家前伟长不为人知的故事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为您解密 大家好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上 曾经对三个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如果说新中国的科学家加起来有一两 那么你们三个就占了三千 那么在周总理心目当中 分量如此之重的三位科学家是谁呢 这个呢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三千呢指的就是航天之父钱学森 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还有力学大师钱伟长 他们都姓钱 科学界三千一说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周总理这话呢其实也是一语双关 要知道当时参会的有六百多人 把六百多人比作一两 这三个人却占了三千 可见三千在中国科学界的分量之重 钱学森钱三强的故事 以前的节目里边已经讲过了 那么今天呢 咱们继续来说说力学大师 钱伟长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912年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师叔世家 他的父亲钱智 咱们可能没听说过啊 他是个国文老师 在当地呢小有声望 但是他的叔叔四叔钱睦 这您就估计知道了 太有名气了 国学大师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 和吕思勉 陈元陈英雀 并称史学四大家 国史大纲 就是他编的 那么说这个家世 跟钱伟长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大了 正是在父辈们的熏陶之下 钱伟长从小就熟读四叔五经 国学修养极其深厚 打小呢 他的志向就是当一个文学家 或者是史学家 注意啊 这是他从小的志向 跟他后来成为力学大师 半点不沾边 那么他的国学功底厚到什么程度呢 来说他考大学 1931年 钱伟长报考了中国最高学府之一 清华大学 考试一共六门 中文数学英语 历史物理和化学 每门100分 总分600 这里要考一考您了 您知道当年19岁的钱伟长 考了多少分吗 提示一下 您大胆猜 估计您会想大师级的人物 当年怎么着也580 590的高分吧 我告诉您说 扶好下巴 别惊掉了 当年钱伟长六门功课总分 225 还考上了 这个就有点惊人了 考清华总分600 225还考上了 当年清华录取分数线那么低 我告诉您 不是这么回事 清华的录取分数线 一直高得很 如果单凭总分 别说进清华了 台阶他都摸不着 那么钱伟长是怎么进的 清华大学的校门呢 来看他的分数构成 英语 0分 数学加化学 20 物理5分 注意了 中文和历史 全是满分 我的语文是很好的 你们的语文叫 梦友的化缘机 我写了一篇符 只把我设置 15分钟 他们那个老师 你们老师 要改 改不了 一个字也改不了 后来他改了一百分 考虑死我一百分 二十四四的名字 至少 卷送多少卷 几十人是谁 这样一个题 我考虑一百分 没说 就是这两个满分 让中文系的教授们 感觉是如获之宝 破格录取了他 差距题外话 这事放今天 恐怕不行 但是当年 清华招生 是允许破格的 这也多亏了 当年清华 有这不就一格 招人才的政策 这才让我们 多了一位 国宝级的科学家 好 言归正传 就这么着 钱伟长走进了 清华大学的校门 那么您可能要说了 这个钱老当年片刻 也太严重了吧 英语零分 物理五分 这个书他是怎么念的 其实这不能怪他 按照当时的学制 小学和初中一起 那要读十一年 可是我们知道 当时军阀混战 动荡不安 秦伟长真正在校园里 待的时间 加起来不超过五年 几乎就没有学过数理化 也没学过英语 所以就考成这样了 当然已经进了清华了 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当年高考物理才考五分 就这样的功底 钱伟长竟然还成为了 著名的物理学家 力学大师 这其中到底 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我告诉你 有一件大事 改变了他的一生 刚才说了 钱伟长走进清华大学 是因为中文系破格录取 可是事实上 他连中文系的门都没有进 就转系了 去了哪 物理系 为什么 就因为九一八事变 钱伟长去清华报道 是1931年9月17号 可就在他报道的第二天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报道 那时候有广告 说蒋介石说的 所以叫三十人不要抵抗 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 不要抵抗 你打不过 叫不抵抗 我听了以后 这个火了 年轻 我说没飞机大炮 我们自己造码 所以我下去 我说我不需要这玩意 我是飞机大炮 所以我今天进入了你 当年19岁的钱伟长 满腔热血 励志报国 可是问题来了 他进清华 是中文系破格录取的 怎么能够就离开中文系呢 因为爱才心切 当时在中文系任教的 像朱自清 文一多这些人 今天都是鼎鼎大名的 大驾了 都找钱伟长谈话 你学中文怎么就不能报国呢 以你的国文功底 将来必有大的成就啊 你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 都在苦口婆心地劝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钱伟长毫不动摇 铁了心要去读物理系 他甚至直接找到这位 时任清华大学的物理系主任 吴有逊要求转系 吴有逊江西高安人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电机人 他素以智学严谨而出名 既然有中文系的心声 想要转到他的系里来 就很纳闷啊 于是开口问道 你高考物理成绩多少分啊 钱伟长说五分 当时一听五分啊 吴有逊把头摇 这个手一摆 你别说了啊 回去吧 当场就拒绝了 钱伟长的要求 你当我们这是五分制呢 你满分呢 怎么办呢 今天有人告诉我 吃你啊 泡跟你 跟西子泡 你天天去 不让他办公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这样软磨硬泡了好些天 看到钱伟长 意志如此坚定 吴有逊啊 最后居然还是松口了 不过 他对钱伟长提出了要求 进物理系 可以 但是你得保证 一年之后 普通化学 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 这三门课必须拿到七十分以上 否则退回中文系 再不得回来 其实当年要求 转读物理系的学生 不止钱伟长一个 总共有五个 吴有逊呢 把他们定为试读生 每个人都必须立下 这样的军令状 而这个军令状 在其他人看来 不过是吴有逊 故意出的难题 为什么呢 你想啊 钱伟长高考 数理化加起来才25 尤其物理才五分 而一年之内 要求三门 都必须在七十分以上 开什么玩笑 可能吗 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 钱伟长立下军令状了吗 他签了吗 我告诉你说 当吴有逊提出要求的时候 钱伟长当即满口答应 不仅答应了 而且一年之后的期末考试 他还做到了 真的每门功课 都拿到了七十分 由此 他成为物理系五名试读生当中 唯一一个 能留下来的正式生 那么 他怎么做到的呀 下介绍 仅仅一年 他的数理化功课 实现飞跃 他如何做到这些 几乎不可能的事 出国留学 临登船时 他却毅然撕掉了护照 究竟是因为什么 在留学仅仅入校 50天以后 一篇怎样的论文 让钱伟长迅速击身 世界一流物理学家的行列呢 经验传奇正在未因解密 上节说到 一年之后 钱伟长在物理系正式留了下来 那么 以他那么差的基础 他是怎么做到 每门数理化都在七十分以上呢 其实这里边没什么诀窍 我们说念书啊 怎么样才能够念好书拿高分 无非是两点 一是态度 你自己想不想学 这一点对于钱伟长来说 不成问题 因为他是自己要求来物理系的 第二那就是勤奋了 古雨有云 书山有路 勤为静 雪海乌鸦 苦无作舟 那一年 钱伟长每天学习的时间 基本上长达二十个小时 别人睡了 他在看书 别人没醒 他已经起来了 就连吃饭走路都拿着课本 整整一年 几乎是豁出了性命 可能有人会说 还有学习方法呢 对不对 没错 适当的好的学习方法 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学习效果 但是学习态度和勤奋程度 那是根本 作为大师级人物 钱伟长能够成功啊 终究也是因为这个 不过 人虽然说是留在了物理系吧 可是当时钱伟长对自己 其实并不满意 为什么呢 因为吴有逊主任 对他提出的另外一个要求 其实他并没有达标 什么要求呢 嘿嘿 身高 这里咱们说一个 钱老的小秘密 您知道刚入校的时候 钱伟长身高多少吗 我告诉你啊 他叫钱伟长 可一点都不长 那个时候 清华大学入学 体检量身高的标尺 最低课度是一米五 可是当时钱伟长 虽然已经十九岁了啊 却连最低课度都没达到 还颤那么一丢丢 一米四几 对于这一点啊 在钱伟长提出申请转系的时候 吴有逊教授也是不满意的 怎么办 钱伟长有他的办法 强化锻炼呢 他报名参加了学校的越野队 要知道 原来他跑步连三百米都跑不下来 人称困难户 可是后来他不仅咬牙坚持下来了 还成了一口气跑完一万两千米的主力 来看照片 这张就是当年清华大学越野队的合影 因为身高最矮 钱伟长站在最后一个 看到没有 照片最右边戴眼镜那个大男孩 就是当年的钱伟长 其实不光是越野跑 再说一个您不敢想象的事 那就是钱老和足球的不解之缘 在科学界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有名的超级球迷 上世纪八十年代 年过七十的他还经常去现场看球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当年在清华他不仅是清华大学校队的主力 是左前锋 1937年他还入选过中国国家队 参加过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运动会 晚年他还颇为自得的回忆说 那场比赛我踢进了一个球 还穿了对方守门员一个裤搭 那么因为裤外运动 25岁的他身高长到了多少呢 一米六五 你不敢想象 那年代一米六五就不算矮了 而且他六年长了16厘米 这是当年钱老在清华创造的另外一个奇迹 这是很少有人知道 也很少有人会想到 从那以后不敢想象的事情 总是在钱伟长身上发生 来说1940年 那一年经过层层筛选 钱伟长从全国3000名尖子生当中脱颖而出 取得赴加拿大留学的资格 当时全国只有21个人 大家来到上海码头 准备坐海轮前往加拿大 可是没有想到 就在大家拿着护照准备登船的时候 钱伟长却突然刷刷两下 把护照撕成两半 扔进了黄部墙 不敢想象 出国深造的大好机会 都已经要出发了 他突然放弃 这是为什么呀 原来登船之前 他刚拿到护照 而不经意之中他发现 护照上面竟然有一页 是前往日本的签证 经钱伟长这么一带头啊 其他20名留学生也拒绝登船 都把护照给撕了 有朋友可能想起来了 这事怎么有点熟悉啊 没错 这事我们在讲两弹一星 功勋郭永怀的时候也讲过 可见呢 真正的天才都是爱国主义者 爱国是一个人的基本情感 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 绝对没有条件可讲 更容不得半点的亵渎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有了他们后来的成就 因为这是巨大的动力 再说当年 后来又几经波折 钱伟长的出国留学 终于成行了 1940年8月 他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 师从著名的力学专家 辛奇教授 可是谁没想到 入学仅仅50天 就又发生了一件 令人不敢想象的事 什么事啊 当时钱伟长和导师 研究的是同一个命题 叫弹性板壳的统一内饼理论 这个理论咱们就不懂了 但是他对航空航海工程 还有武器装备极为重要 而不敢想象的是什么呢 入学才50天 导师竟然和学生钱伟长 联合署名发表论文了 尤其论文里提出的方程是 因为是钱伟长提出来的 也就被命名为钱伟长方程 这个就太牛了 盖了帽顶了天了 那个时候钱伟长才28岁 可您不敢想象 还有更牛的呢 这位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冯卡门 他在60岁大寿的时候 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 24篇他认为最有价值的动力论文 作者都是非生世界的学术大家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 而钱伟长居然也位列其中 这是唯一的一个青年括号学生啊 而因为冯卡门教授的赏识和推荐 钱伟长不仅迅速跻身世界一流科学家行列 还进入了美国喷射推进研究所 担任总工程师 美国喷射推进研究所是美国太空探索和火箭发射研究的先驱机构 这个机构总工程师的位置 你开玩笑那一般人做了啊 但是钱伟长就做到了 不光做到了 还做到了两个第一 他是这个机构第一位华人总工程师 也是最年轻的总工程师 按说呀 这样的专业地位 这样的科研条件 那是多少科学家求之不得的呀 谁能料想正在此时 钱伟长又做出了一件让人不敢想象的事情 就在他学术研究达到巅峰的时候 他突然向美国方面提出了辞职 为什么 回国呀 报效祖国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 钱伟长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母校清华大学 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力学专业 从此 钱伟长也就成为了中国力学大师 也成为了清华员里一名普通的教师 这里咱们必须说 面对当时中国的环境 如果没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 那是无法做出这种人生抉择的 有不少的物理学家 当年不就以需要科研条件为由 没有回国 甚至还加入了美国国籍吗 只有像三前 像邓家仙这样的人 不甘于祖国的落后 而毅然的回国 他们才堪称 中国真正的伎俩 我是决心 来回家 培养更好的学生 读乳文和大课堂 一礼拜讲十七次 这谁也没想过十七 一般教授一礼拜三六堂课 我讲十七堂课 可即便如此 您知道当时他的生活处境怎么样吗 还是那四个字 不敢想象 虽说钱伟长是知名教授 还比其他老师多上三倍的课 但他每个月的工资 却连两个热水瓶都买不起 就说1947年 钱伟长的大女儿出世 要给孩子买奶粉来说吧 可就这个奶粉钱 他都得向同事借 然而即便如此 钱伟长始终坚持留在国内 站在三持讲台之上 除了清华大学 他还在北大和燕京大学兼职讲课 与此同时 他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工程学报的主编 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 尽其所能地 把力学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 从而实现他科研救国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 钱伟长更加努力地 投入到了他的科研和学术当中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在别人眼中的身份也产生了变化 以前他只是力学大师 可是后来在别人眼里 他成为了万能科学家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节奏 有人称他万能科学家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炼钢 坦克 这些与他的专业并不相关 可他做了什么 让工人和战士们都对他倍加崇敬 中国电动车的诞生 又与他有着怎样的关联 今天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钱伟长回国之后 在清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力学专业 新中国成立之后 他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和副校长 和钱学森一道 共同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所 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和航空事业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 身为物理学家和力学专家的钱伟长 被一些人开始称为万能科学家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一件一件的说 先说第一件 研究炼钢 众所周知 新中国成立后 当时国家重点发展的是重物业 重工业的基石是什么呢 是钢铁 可是当时中国钢铁年产量不到16万公 只占当时世界年产量的千分之一 为什么会这样呢 生产效率太低 而这就要说到钱伟长这个万能科学家了 1969年10月 钱伟长来到首都特种钢厂 作为科学家 钱伟长非常注重实践 他来到钢厂 第一件事情就是下车间 跟卢前功聊了起来 什么是卢前功 就是钢厂里边 在锅炉前边 用一根长长的钢签 往锅炉里边 上料铜火的工人 注意了 聊天当中 卢前功提到 他们用的那根上料铜火的钢签 太重了 一根就有50多公斤 举起来太吃力了 这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 那根帮忙 是52公斤 晓得吗 一般人拿不起来 我最拿不起了 那怎么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呢 钱伟长就开始琢磨开了 我学校女学 那我在想 我把一头放在地下 一头拿去 不是生了二十五 二十六公斤 拿起来 对不对 所以 我是这样 我就一头拿去 放在一个 放在一个架子 一个底架子 这个高度 跟鹿子合不一样 就只有一个往前头 怎么还很熟 钱伟长的这个发明 立马受到了工人们的热捧 从那以后 每个鹿子前面都做了一个 他设计的铁架子 这不光是省市省力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进而钢铁产量 也就大大增加了 再说第二个 研究坦克 1970年 钱伟长回到了清华大学 就在这一年 中国边境燃起了战火 交战当中 对方的坦克 对我军的威胁极大 没办法 我们的坦克技术落后 听到这个消息 钱伟长心思动了起来 我一个坦克 后来成立了 成立我一看 我说这个坦克 很笨 我说这个实际坦克很笨 你们名头打 打不坏的 你看看他过去 这是人命的 人命的 他一块 这一块 大中 这一是他到地道去 他很多的方法 我一看就想 钱伟长的建议 很快就反映到了 我军的高层那里 没过多久 从前线运回来的 两辆被击中的坦克 果然就跟钱伟长 所说的那样 都是从侧面击中的 从此 大家又把钱伟长 当成了研究坦克的专家 不少关于坦克研制的问题 都来请教他 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钱伟长 又变成了电瓶专家 这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坦克 只能走 走几十公里点多了 再远走不了了 用坦克的电瓶 用千专电瓶 四个电瓶电瓶 这个坦克启动的时候 需要电力很大 要四个电瓶 而且四个电瓶 真启动十五次 技术人员就把这个问题 反映给了钱伟 可是钱伟懂吗 说实话 对电瓶怎么回事 钱伟此前是从来没有研究过 但是他毫不犹豫 立刻着手坦克电瓶的研究 当时钱伟多的年纪呢 59 现在就不能说叫钱伟了 那个年代可以称之为钱伟 有人就劝他 你都快退休了 又不是你的专业领域 你还折腾 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可您才怎么着 接下来的事 咱们还是不敢想象 整整三年 钱老潜心于坦克电瓶的研究工作 三年里他带着一个识人小组 从国外找资料 边翻译边学习 他们一共翻译了三百多万字的资料 阅读了近二十年的 有关学术专注 为了找到合适的材料 来组装设备 他们还骑着自行车 跑遍了北京市几百个废品收购站和化工厂 就这样 1973年 以前对坦克电瓶一无所知的钱老 带着他的团队硬生生地攻克了难关 研制出了对我国坦克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型电瓶 这里咱们插个题外话 如今电动车马大街跑了 在我们印象当中 这是近一二十年的变化吧 可是您不知道 早在47年前 电瓶自行车其实就已经在我国诞生了 怎么诞生的呢 就是以前老他们研制的坦克电瓶为基础 研发的 这种电瓶不仅电量足 而且体积小 为此 钱老还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可是啊 发明获奖本是好事 但钱老却因此招来了一些指责和批评 我回归以后 就干过十几两次 我学十几年 我从专业的时候 七几个外占 我自认 是有人叫我外面科学家 而批评我 需要笑话 但是对于这种批评钱老说 我无所谓 我觉得国家需要的 我就干 而正是在这种理念知识之下 钱伟长26岁学力学 44岁学俄语 59岁学电池知识 他实现了一个万能科学家的真正跨越 2011年 在央视评选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当中 钱伟长先生排在第一位 当年的评语是 从异理到物理 从固体到流体 顺逆交替 委屈不屈 荣辱受变 老而弥奸 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 无名无利 无悔 有情有义 有祖国 遗憾的是 2010年7月30号 也就是颁奖仪式举行的半年前 98岁的钱老 走完了他的一生 可以说 钱老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做贡献 他的那颗赤子之心 制度我们永远铭记和景仰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你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上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